清静的小甘露 低下众生的心 化成慈悲心 化成了甘恩的心 清静的小甘露 低下众生的心 化成清静的甘露心 化成了甘恩的心 阿弥陀佛 谢谢海淘法师 谢谢生命电视台 能给我们这样一个新的机会 共同来学习佛法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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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神微妙法 百千万解难之欲 我今见闻得寿迟 愿解如来真实意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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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穎斯 《新经》的第三讲 下面看经文 设例子 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受想行事 亦复如是 《新经》非常简短 对这几句话 大家背的次数也太多了 但是这个什么叫色 什么叫空 为什么色 说不亦空 空也不亦色 最后还说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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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去 即是空 空即是色 那到底色和空有没有区别 其实色和空 在凡夫看来 就是二 在 已经证悟的人来看 它即是二 也是一 从根本上来说 从本质上来说 它没有任何的差别 因此证悟以后的智慧 叫无差别智 有点赞 认证悟员 有点赞 认证悟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我们最初证物的时候 那个叫根本无分别制 因为对法的总体有了明了 不会不知道 我们本来就自在清净的那一个根本法 由于对这个本来就清净自在不生不灭的法 有了一个最根本最基础的了解 因此叫根本无分别制 因为这个本来就自在清净不生不灭的 阿勒耶士的本体 阿勒耶士的本体 清净污染而不做 三界六到五蕴十八界里边的任何分别 他本来对这些就是不分别的 我们找到了他 随顺他 当然这个也就叫做根本无分别制 但是菩萨为了恒顺众生 菩萨为了救度众生 和众生就生活在一起 工作在一起 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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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解决众生的种种疑惑 也为了解决自己修行当中的种种疑难 那么对五蕴十八戒这些现行法 也不可能没有任何的分别 对这些法和根本所依的阿勒耶识的本体的法 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也不可能不明了 不可能不了解 因此就要有差别制 虽然有差别 但是又知道它在本质上没有差别 因此叫厚德无分别制 这两种痣 其实都属于般若智慧 那么成了佛以后 由于这个般若智慧最后究竟圆满 因此就叫一切种痣 那我们现在来说什么叫色 前面我们讲过 在白法里边一共讲到有十一个色法 就是五根和六成 五六加起来就是十一 五根和六亿 这是一个色法 是比较好了解的 因为众生 能够直接观察到他们 好比我们的 眼睛 耳朵 鼻子 舌头和身体 大家都能够看到 每天都在用 这个就是物质构成的法 虽然 在五根里边 又分浮沉根和剩一根 浮沉根就是 救命 救命 灵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些感觉器官的外部能够看到的这一部分 剩一根是说它隐藏在里边 外面不能够直接观察到的很细微的部分 现在医学解剖学可以知道 其实就是指的神经系统部分 眼球好像是一个照相机 一个摄像镜头 它能够摄取外面的景象 但是它什么也不知道 它要依靠 就是一个照相机的 整体会摄取下来 咱们在这里 那么这意味着 我看到也说有部分 这些摄像镜头 这些老眼的摄像镜头 并且终时机在身上 我后来摄像镜头 这些摄像镜头 要保证穿战骑 传到大脑里边的视觉中枢 然后才能转换这些信号 使人能够了解到 那些传导的神经部分 和大脑的视觉中枢 这个神经系统 那么都是外面所看不到的 也是一般的人所不了解的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圣一根 但是不管是浮沉根还是圣一根 都是物质构成的 因此都是色法 在心经里边 这个色是指的物质 那么这五根 其实就是我们的身体 因为这前面的四种感觉器官 也是在身上长的 所以的话和最后的身根 合起来叫做前五根 就是色法 那其他的六种色法呢 前五种也比较好了解 所谓色尘就是眼睛 所直接看到 抓住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些物质现象 声尘就是我们能够听到的声音 香尘就是我们能够嗅到的一些气味 味尘就是我们的舌头能够尝到的那些味道 出臣就是我 声尘就是我们的舌头能够尝到的那些味道 所能感受到的 粗细滑色 凉热 这些内容 到了这个促成的时候就有一点困难 因为我们必须接触 接触到以后就会有一种感觉 好像我们把这种感觉当做了尘 可是感觉它不是物质 所以会有疑惑 接触到这种感觉 我们的舌头能够尝到的那些味道 感觉到这种感觉 感觉到我们的舌头能够尝到的那些味道 因为我们的舌头能够尝到的那些味道 我们的舌头能够尝到的那些味道 因为我们的舌头能够尝到的那些味道 因为我们的眼睛所看到的色尘是很好了解的 然后耳朵听到的声尘就也是有一点麻烦了 因为听到的声音 声音看不到 声音只能听到 其实它是空气的震动 震动的波传到了耳朵里以后就有感觉 所以我们对佛教里面说的这个尘法 不能完全按照世间的那种了解 就一定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才叫色法 不是这样的 它是说五根所对的那个法 包括一根所对的那个法尘 其实都被 Giulia 色法 法速包含 五尘比较好了解 到了法尘的时候 也是有一些困难 不好了解 因为我们一般人 是认为 五尘可以看得见摸得到 法尘就不知道 其实法尘用的更加普遍 我们说到一个内容 用的都是名词 我们对那个名词 所包含的内容 如果了解的话 就是要透过法尘 我们在那里胡思乱想 我们在那里胡思乱想 或者读书 那么要了解里边的意思 那个我们所面对的 所思维的那些东西 都是法尘 所以可以说 法尘是前五尘 所泄露以后的 一些影子 那法尘呢 他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他只能够 被意识所了解 只能被意根所处 那和前五尘 和前五尘所了解的 阿里 阿里 陈就有所不同 法陈它不是一个具体的东西 它像水中月静中花 虽然知道不可琢磨 好像我们有一个想法 有一个思想 拿不出来也看不见 但是我们可以了解 为什么说它也是色法呢 这里边就有疑惑 所以有的人写书的时候就说 它的一半属于色法 一段 属于心法 其实十一个色法里边就包含法陈 它是色法 只是为了和比较粗重的前五臣相区别 做这样的方便说也是可以理解的 法陈呢就比较细腻 它可以是 是被比较所了解 而前五臣都是限量的境界 所以这种分别我们也要知道 那边就会保持到 我们就不得了解 然后现在我们就把这个表面 我们就把这个表面 有细容的结果 让我们有细容的结果 也会好的 我就不得了解 我们就能够 我们就把这种表面 为什么说这十一个色法不异于空 那又空是指的什么 要知道心经它不是小圣的经典 所以我们不可以把小圣里边所说的意理 硬套到大圣般若系列经典所说的法上来 这个空不是指的凡夫所误解的什么也没有 误解的什么也没有这个空 其实根本不存在 它也不是指的二圣所了解的缘起性空 也就是说所有的法都是因缘和合才产生的 它也不是指的这个空 因为这个空在本质上是什么也没有 它不能够和色法没有区别 因为它是空 当然如果从大圣法来 看的话 那么这个缘起性空 由于它后面还有一个空性存在 我们就比较好了解 那么这里边缘起性空的性空和我刚才说的空性 其实有很大的不同 缘起性空是指的我们所了解的五蕴十八戒的这些法 它本来就不存在 是空的 是梦幻泡影 它在说一个这样的道理 是梦幻泡影 一切法因为是因缘和合才产生的一种暂时出现的现象 所以在本质上它不存在 可是空性是指的一个实实实在在存在的那个本来就自在清静的法 就是指的第八识的本体 因此在这里先说五蕴里边的色法 说它不义 说它不义 和空 和空在本质上是一回事 为什么这样说 当我们了解这个空是指的空性的时候 就比较明白了 由于五蕴其中色法都是从阿勒叶石的本体 透过阿勒叶石所包含的这些种子 当因缘和合的时候 种子能够现形产生出来的 因此 因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么所有的法都从根源里面产生出来 它和所产生的那个根源 当然在本质上就是一回事 我有的时候会用这样一个例子 虽然不算很严密 但是可以帮助我们了解 大地上的一切山川河流草木丛林 长的这些矿物和植物 其实都是大地的一部分 就是大地 我们说树就是地的时候 大家就不了解 可是这样一讲 它是从地里面长出来的 最后还回归于大地 就比较好了解 所以说草木丛林其实就是大地 也就说五根六成 其实就是第八石 就是阿雷一石 在凡夫 众生会 这个阿雷一石 一疏石 咦 阿雷一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可以叫做如来藏 那么和如来藏就没有区别 关于这一部分内容 在《棱烟经》里边有更详细的论述和说明 如果我们把色不易空这一句能够真正的了解 后面的三句当然没有什么问题 那这里边根本要把握的就是 什么叫做空 在这里边的空到底说的是什么 很多人写书有一些言 不论縫 一刀 不论 一刀 不论 大冬 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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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学的人都用自己的猜想来解释这个空 都离这个空的真实意离了很远 所以我们修行不能离开佛教的根本意理 我们是修大圣法的 对大圣法的意理从一开始就要有一个基础的认识 然后才好继续深入学习 在仙境里面把色不易空讲完了以后 就说 他们在仙境里面把色不易放置 就去表明了 最后一刻他们会永远 就说 会不会痛 会不会 会不会 都会不会 受想行识一夫如是 因为五韵法可以分作两部分 一种是色法 就是色不易空的这个色 另外四种受想行识可以叫做心法 那么色法和心法这两部分 我们实际上也不是很难了解 因为色法是心法所要了解的对象 它是相 或者叫做相分 而心法呢是能够了解的心识 因此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它是见分 见分对相分 然后就会产生了解 这个了解就叫实 那如果想记得讲 就是说受不亦空 空不亦受 受即是空 空即是受 想也是这样 行也是如此 实也是一样 玄奘菩萨为了使语言精炼 一礼集中 因此就用这句话来代替 说受想行事 亦复如是 就说后面这四项 每一项 和空在本质上 都是一样的 没有区别 大圣法的修行 好 是 这些人 一遍 你就一遍 走 来 这一个关节点上 一点含糊都不能有 因为不论要正解脱 还是要成佛 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刚才说 成佛的智慧 从根本无分别制开始 这个地方说的色不易空等等 就是指的这个 根本无分别制 我们认识根本无分别制 首先这个根本无分别制 它本来就存在 一切众生本来具足 没有任何欠缺 因为我们心识的 它对外界的这些色法 还有心法都不做任何的分别 另外就是我们找到了 我们所具有的这个本体以后 我们转移它 我们随顺它 那么我们就得到了 像我们心识本身既有的这种 无差别制一样 因此这个制 也叫无分别制 就像我们说的菩提心的意思 这种能力 菩提心是指我们的根本心 但是发菩提心是指的 我们要找到这个根本的菩提心 然后随顺它转移它 最后去除这个根本心里边 所包含的全部的染无种子和一切的无名 然后成佛 所以我们要发这个心 发这个了解它 要想了解它 要想究竟正到它 最后清除里边所有染无种子 那么这个心就叫发菩提心 否则的话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菩提心 我们就不需要发了 这也错了 这里边还有一个难点 就是受想行识的识 它的根本含义 它的内涵是什么 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下一讲再谈 这一讲 我们就先到这里 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对于心经 我们一定会有一些 riots 人事事啊 是吗 是吗 这这一帮来的 是吗 是吗 好吗 好吗 我 我 希望大家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把这些疑问写下来 后面的讲座里面就有可能给大家进行解释 这样学习我们就会有的放识 好 这一讲就到这里 谢谢海涛法师感谢生命电视台 也感谢各位听法的局势善信和各位朋友 下面我们来做一个简短的回向 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皆共成佛道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观世音菩萨 南无大师之菩萨 南无清净大海中菩萨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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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